已經結束了 而在會議上呢 其實這也是勞動部第一次召開 包括這也是總統賴清德 上任之後呢 第一次來審議這個最低工資 在這次呢 也代表了台灣的最低工資 正式邁入制度化 最新的結果 帶您一起來關心 我們決定每月最低工資為28590元 每小時最低工資為190元 自114年1月1日實施 我很高興的是 我們在場的勞資雙方委員 都沒有不反對調漲 而且我們也經歷了 充分的積極的對話 理性的溝通 謀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 調幅的最大共識 好 這次調漲呢 漲幅大約落在4.08% 這也是105年以來 連續9年調升 而根據了解呢 勞資雙方的委員 在剛剛的會議中 其實都不反對調漲 最後討論出這次的結果 預估會有257.18萬名的勞工受惠 其中就包含了本土勞工 多達220萬.38萬人 移工有36.8萬人 未來政府也會積極輔導 小型微型企業達到升級轉型 提高競爭力